我覺得蔡英文 她現在真是非常喜歡當辣台妹 所以她現在就走 比較辣 對 她現在走小辣椒的路線 一改過去的那種 冷酷的一個冷靜的路線 從白玫瑰變成小辣椒 對 差不多是這樣 我覺得先講韓國瑜 再講賴清德 因為我覺得 蔡英文的回應都很好笑 首先她說拜託韓市長 應該多花時間在市政上面 她就搞錯了 韓市長每天都在拚市政 她去不管是東南亞 或者是去廈門 港澳 都在拚訂單 都在賣高雄的農產品 都在參觀這些 他們各方面的產業的建設 所以韓國瑜每一天都在拚市政 他沒有在不拚市政 反而是民進黨的人就是很酸 譬如說韓國瑜他們去 先不講就是說 他們一天當然想要扣他帽子 扣他這個紅帽子之外 韓國瑜提出來說 今天高雄港要重新 恢復過去的風華 一個非常重要起死回生的 就是要自由經濟貿易區 民進黨就全部就開始 因為反韓 就要反自由經濟貿易區 過去本來是支持的 後來也因為反馬 就反自由經濟貿易區 所以如果蔡英文蔡總統 關心高雄市政的話 關心高雄的發展 當時的花媽到陳其邁 其實也提出來很多 高雄產業轉型的訴求 他們有沒有去關心 還是選輸了就不想要理高雄了 所以蔡英文不要忘記 他自己是總統的身分 不要自我矛盾 民進黨反自由經濟貿易區 是很好笑很好笑的事情 因為民進黨每天都想參加 日本所主導的TPP到CPTTPP 如果你沒有自己 因為那是個非常高標準的 自由貿易協定 它不是一般的自由貿易協定 所以CPTTPP或是TPP 是一個非常高標準的自由貿易協定 如果台灣沒有先進行 自由經濟貿易區的自我 自由化的話 你是沒有辦法參加TPP的 裡面自己在主張什麼 在搞什麼 在努力什麼 都不知道 只會為了選票 為了藍綠惡鬥 然後來選擇自己的立場 我覺得是很可笑 但是我覺得賴清德就更好笑了 我覺得蔡英文在講 賴清德的時候就更好笑 首先我覺得蔡英文 也實在是很嗆 賴清德就說 人家已經說我是突襲了 你現在要出國 所以我就暫停初選活動好了 這樣免得人家就說 人家蔡英文在前面拼 對不對 外交 然後我在這邊 好像在扯他後腳一樣 蔡英文說Man 不需要有沒有 其實他也不像那麼沒有風度 畢竟你們以前不是總統行政院長 還是一起合作的 然後我覺得蔡英文 她在參選的聲明裡面 有一段話真的是更好笑 她就說 她說台灣需要我 那我們很難想 所以意思就是說 我們很難想像 如果台灣不是她 民進黨如果今天不是蔡英文 民進黨如果今天是賴清德的話 會變成怎麼樣 到底是有外交 你也跟我講一下 我很好奇 我很希望 那個蔡英文能夠把下半段寫出來 就是說萬一今天民進黨不是我 台灣沒有我 換成賴清德的話會怎麼樣 到底是有外交 你也讓我們知道 我很想知道 是因為賴清德講了台獨很恐怖嗎 還是賴清德怎麼了 如果今天台灣換成是賴清德 到底會怎樣 我們會萬劫不復嗎 到底是怎樣 我也希望蔡英文講清楚 這我很好奇 所以你可以看到 民進黨自己黨內互打的時候 是刀刀見骨的 沒有像國民黨至少表面上 還會維持一個 大家的和平跟團結 所以民進黨性會好看 就是這樣子 已經開打了嗎 已經開打了 蔡英文是毫不留情的 然後所以蔡英文在 你看她的參選 所有的聲明裡頭 都是直接暗示或明示的 在嗆賴清德 她不應該出來跟她參選 然後現在就全黨又說要蔡賴沛 所以好戲是在後頭 我覺得蔡英文這樣一個個性 敵死不同 我覺得也很好 因為他們就 也算是君子之爭 就把她 為什麼她很好 為什麼賴清德不適合 只有她適合 為什麼台灣蔡英文不需要賴清德 講給我們聽 那我覺得很好 只是我不知道 選完之後 如果是賴清德勝出的話 蔡英文會怎樣 她能怎樣 這齣都更好看 對 她能怎樣 她是總統 她可以做很多事 她不是有很強的 癒合能力嗎 我覺得以前是 以前的民進黨 蔡英文並沒有參加 所以 而且以前的民進黨 也沒有現任的總統 被不停民 被排除在外 所以會怎樣 我覺得還是等著看 因為我覺得蔡英文的個性 恐怕也沒有這麼容易就就範 這個彭明明她出手了 她今天投書自由時報 她講說 連任優先的四個字 是無恥的口號 無恥 用這麼重的字 對 就真的開打了 她說如果是一個民主的政黨 為什麼不能有民主的機制 去決定去誰 現在都不知道是誰 說不定小英贏 說不定賴清德贏 但如果此刻就念詩再詩的 要告訴大家 一定要團結 一定要接受妥協 甚至是有民調直接做出蔡賴配 昨天我們在社會網站跟大家報告 為什麼不做賴蔡配 為什麼郭台銘不放進來 跟韓國瑜變成是韓國配的時候 會不會打贏蔡賴配 這種組合都沒有意義 這只是在往一個方向去操作 但是卻以民調之名 來包裹這樣的一個糖衣毒藥 好 現在民進黨內 顯然有不同聲音 彭明明認為就是至少要初選 他也不能代表最後的結果 可是如果民進黨 連初選的勇氣都沒有 像阿炳也講了 現在彭明明講了 下一個可能就是 顧寬明也要講了 那就是至少賴清德 他也有他的背後的支持力量 然後他不會那麼輕易的被協調 或者是錯掉 蔡總統他出訪的這個時間 跟民進黨的初選 早就都已經定了 但顯然他並沒有算到 居然在出訪前會有人敢去領表 就這麼簡單 大家看他昨天在領表 出發前今天22號 昨天21號 他1點半領表 3點就出發去拼外交了 所以我們講這兩個主要的問題在於 左邊在拼外銷 右邊在拼外交 總統拼外交天經地義 絕對是沒錯的 我覺得因為我常常 過去跟以前的總統也出訪 我不會去唱衰大或是挑什麼問題 可是有一個點就在於就是 總統拼外交的時候 隨行記者難免會報導到 又有什麼樣的合作計畫 多少金援等等 這個對蔡總統的民調來講 不見得會加分 因為大家覺得 你會給開擠 你說送一艘600萬噸的巡訪艇 這件事情對他的民調會有傷嗎 秀琳姐 這才是開始 還沒開始 對 因為這樣子連續8天 三個友邦總是會有一些金援 總是會有一些 對 就是說會有的 甚至是對方直接在 這個會談過程當中提出說 我們需要什麼金援 隨行記者也要報導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蔡總統的這一趟 這個所謂的海洋民主之旅 南泰之旅 他未必能夠幫他加到分 即使不扣分 你要加分 我覺得太難 左邊是拚外銷 因為畢竟韓國瑜他 現在剛跟林鄭月娥見 他說他發現香港特首 跟他講一件事情 就是香港其實有非常大的 農漁產品的輸入空間 四分之一的農漁產品來自日本 韓國瑜說他聽了以後好像嚇一 我們將高雄更近 更有機會 香港地小自己種不出來 對 香港跟高雄比較近 香港跟日本比較遠 當然日本有包含 我知道日本很多 像月光米等等 那種比較高端的農產品 香港人因為他消費的高端 他可能喜歡 可是韓國瑜說高雄都有 吃的什麼東西 菜 水果 米 台灣其實也有改良的月光米 所以他準備要去賣大展身手 所以畫面右手邊基本上是 他勢必得花錢 畫面左手邊就是要去賺錢 這是賺錢之力 對 剛剛講賴清德的部分就在 就是說蔡總統要拉抬起來 比較困難 所以再多8天也無妨 重點不在於時間 重點在於有沒有重大的一個 轉變點 讓蔡英文總統的民調 會高於賴清德 大家去看昨天蔡總統在出發之前 他去領表的時候 特別講了三件事情 我聽完之後 我就幾乎可以相信蔡總統 他是沒有想到賴清德要出來選的 因為他的這個演講的宣布要參選領表的 登記也就不只領表的這個內容叫做 第一個 要當總統的三個條件是要有國際觀 要能夠推動改革跟團結黨內 我先講第三個 要參選總統的條件是團結黨內 所以無黨籍的人根本就不用選了 因為沒有黨內的問題 團結黨內是民進黨的事情 要當中華民國總統人 他最大公平數應該是團結全中華民國的國民 跟全台灣的所有的台灣人民 你怎麼會是團結黨內 所以顯然他是針對賴清德而來 我以前我在八樓 他特別講 我們今天在這邊登記寫字的地方八樓 我很有感而發 2008年民進黨輸掉政權的時候 國民黨80幾席 然後總統是馬英九 當時多少人講說民進黨20年跑不起來 結果我蔡小英 八年就讓民進黨重回執政了對不對 當年八樓我們現在在這邊登記的地方 因為曾租不起還把它退掉 只剩九樓十樓 所以我百敢交集 聽眾朋友 觀眾朋友 是我蔡小英跟民進黨又吼起來 你現在想要把我吼掉嗎 想要讓我沒有嗎 你們心呵以堪 慌恩負義 於心何忍 是 我覺得蔡總統的這個點 就是說原來我們現在連登記這個點 都是蔡總統拼回來的 原本連八樓都租不起了 我相信黨工們跟民進黨黨員們 他們應該會有所感動 的確蔡英文也對民進黨有貢獻 剛剛惠元哥還在點頭 但問題是全民調 所有民進黨的黨員都舉手說 我支持蔡英文 所有的立委都說我支持蔡英文 沒有用 他要全民調 然後他就講國際觀 我覺得很難去計量 這個很賴老師比較懂 你要怎麼去比說 我最有國際觀 他沒有 對 比身高可以 標準在哪裡 對不對 你標準在哪裡 那你顯然就是 好 英文講的 第一句是什麼 我推動改革不計毀育 我所有的東西 你看我這幾年 這兩年多以來 我所推動的東西都是你們要我做的 結果現在我做完了 我滿身重見了以後 然後跟我講說 我可以推出我們了 換下一個人 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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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在控訴 他就講說請問 曾經有人講說 穿裙子的不可以 有人講說蔡英文 其實好像也沒穿裙子 有 以前當陸委會主委的時候 曾經有過 我下次找照片給大家看 大家來問我這個事情 有 他以前跟阿扁 曾經參加過一個記者會 當時是青色的2000年的 對女性的形容詞好嗎 對 他講的其實就是顧寬民 之後會出手了 他在反沙文 他在反抗 你們不要再逼我了 我對民進黨貢獻最大 但是蔡英文總統 這三點 其實說實在的 都對於凝聚最後 他想要選贏2020來講 沒有太大幫助的 反過來倒是 韓國瑜的八個字 台灣安全 人民有錢 兩岸不打仗 不管用什麼方式 兩岸不打仗 台灣就安全 維持我們現在的生活方式 人民有錢 把東西賣出去人民就會有錢 所以同樣的講的都是一種 高度的slogan 蔡總統的這個三點 顯然就是只針對於賴清德 我也覺得 因為我沒有辦法求證這個事情 我現在沒有辦法 直接找到蔡總統 我會去問他本人 如果有機會的話 我覺得如果賴清德 沒有出來登記這件事情的話 蔡總統去領表的時候 所發表的演講內容 應該就不是這三點 就不會是這麼的 有一點比較狹隘的 然後連海洋局也要罵一下 賴清德說要停止 不需要 停止又怎麼樣 就是變成是 其實有一點在耍脾氣的 所以其實蔡總統她的努力 是要維持住她的總統的高度 並且希望她黨內初選 可以擊敗賴清德 可是難度極高 我覺得她可能贏不了賴清德 不管有沒有往後贏八天 雖然韓國瑜沒有宣布要參選總統 可是他所講的這八個字 台灣安全跟人民有錢 其實基本上已經是 總統參選人的政見 中文字幕其實並不希望 到今天 我們不希望 不希望 我們不希望 我們不希望 給你們 秋天 我們不希望 感谢观看